平安,今天是我们一百天聚会的最后一天。 有一个前王伟诚牧师对我讲, 他说在台湾有一个牧师,他开启了一个教会, 他就开启了一百天连续的聚会, 这个是有史而来第一次的。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们有这个胆量,也试试看。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想而已。 但是后来我们真的知道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信了很多神迹奇事。 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有那个见证, 就更加要有这个聚会了。 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这个一百天的聚会。 我想也是历史上第二次。 也很小人会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单单是一百天的聚会。 我们领期居然会都有一个祷告与赞美。 这个祷告里面,神就会向我们行神举,向益智。 所以我们亲这个一百天叫做神医,查经神医的步道会。 所以一百天说长,其实不是太长。 但是短的也不是很短的。 那世界上面的事情不是在乎长短。 但是事情的这个世界不是在乎长短。 就是好像一个人也不在乎他的成败。 我母亲在差不多二十年前。 有一天她送我一块王金。 这个是红帽的一盎司王。 她就算我说,我母亲没有什么给你。 我从来很小给你礼物。 我从来很小给你礼物。 但这次我决定要买一个很贵的礼物给你。 所以她就去了这个派卖里面,买了这一盎司的红帽王金。 大约是四千块钱。 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在哪一年呢? 中国只接受了五百个这样子的红帽。 那个时候的金家一盎司金家只是四百块钱而已。 但是它只有五百块王金。 所以他们就炒啊炒啊炒到几千块钱。 所以我母亲就把送给我好像一个天大的礼物了。 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太懂王金。 但后来中国觉得,哇,这样子的王金可以卖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要自己做了一万个。 同一个王金。 同一个年代。 当你卖出去的时候,也有些傻瓜可以花多钱。 但是很快呢,所有这个熊猫的王金就从几千块钱又回到几百块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有些东西,它的珍贵,因为它很小油。 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两个这样子的邮票。 其中一个人呢,就会千方百计的买另外信下的第二个。 买了之后,他就会吸掉它。 所以他现在,本来全世界只有两张油票,现在只有一张。 这样子,他的价钱就高很多很多。 差不多是无价钱了,全世界只有一张。 有些仙基的会议会安逸很多仙子。 那其实限制不需要很多。 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已经开始了整个基督教。 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是非常尽贵的东西。 当然在我们这一百天的里面, 我们有三十个是身体治病的神经。 是没有可能的。 也不是弃药。 是完全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的。 它确实是完全好的。 两只的医治的神经,我数了三十个。 我们也有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叫做福音的神经。 这是我们当中有几位受敬的朋友。 所以一个灵魂,得到一个灵魂在天上很高兴。 因为我们病得好了,将来还要会病。 但是灵魂不死。 但是灵魂不死。 可以借盖很多的罪。 所以我们也有一大堆的,差不多二十九个大大小小的神级和祝福。 就是有些门是神为我们打开。 就是我们这次一百天完了之后,我们过了两三天,我们有几位弟兄一同就去北京。 在那里,我们会遇见很高层的人。 就是差不多最顶尖的高层。 然后他们也会有可能帮我们,就是他的口头上,他们应成我们,帮我们建立我们的主会。 我们也知道Augusta有一个大到一百万个,就是一亿万美元的一个项目。 我也有信心她八月份去的时候是会成功。 我们其实有神很多奇妙的开路。 然后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了十二个人,一个队的,一个队伍的,叫做新婆。 其实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 但是神用他超级的能力,生灵的教官。 但是神用他超级的能力,生灵的教官。 把他们在这一百天的里面兴起来。 所以他们每一位都算是一个的神经。 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好像丽灵准备她的益智能力。 但是她没有能力。 但是神特然之间给她的益智能力。 她就成了我们教会里面,祷告疫病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位。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她塞进这个新佛团器。 因为神教新佛团器只有十二位。 因为神教新佛团器只有十二位。 不会嫁多。 但是将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团器出现。 这个叫燎原。 Few on fire。 Burning field。 这是那个烧着的原野。 这是我在想的时候很特别。 其实新佛是一段花。 是一个很小的花。 有五个花花。 所以我们庆祝我们的新佛团器里面都是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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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人有句说话说,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但是中国人有句说话说,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the little spark of fire can ignite the whole field 所以感谢主 我觉得我们的这一百天里面 我们都被改变 这是提升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心起来 就是我们教会的祝福 所以好像我们的Andy弟兄 神赐给他聪明智慧 我们也有刚进来的 John弟兄 他是韩国的博士牧师 他也参加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 很奇妙的人 有很多奇妙的人 我们有很多神级奇系在我们当中 我到最后就把Edwina放在里面 她是第83个神经 这个神经很特别 神有一个很奇妙的恩典 祝福在她的身上 但是她好像是不太愿意借过来 所以她坐在我们是一个 future的 将来的一个身子 我花了很多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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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她不要吸取神给她的祝福 所以神级这个理念 在我们普通基督徒里面 不是很了解 因为神级的中文字叫做 神所做的事 because miracle in the Chinese word is the work that God is doing is the deeds of God the act of God 这是神级 其实原文里面的神级 miracle不是这个意思 but actually in the original text miracles doesn't mean that way 因为如果你是按照中文这个理念 那个神级 because if you use the Chinese concept the Chinese word to think about miracles 有很多基督徒说 我去找医生吃药好了 都是神级 then some people would think I'm sick, I go see the doctor I take the medicine I get healed, that's a miracle 因为是神 叫那个药对我有好处 也还是神的工作 所以还是神级 because God would cause the medicine to work and so when it does work it is a miracle 而神没有雨了 就祷告 希望有下雨 or that there's no rain and we pray for rain 到一天下雨 那叫神级 and then one day it finally rains so that's a miracle 姐姐都过去神级 but these actually are not miracles 有些人认为 一个BB出生的时候 是神级 and some people think that when a baby is born that's a miracle 方言很奇妙 of course it's quite amazing 所以神赐给他生命 才可以出生 it's God giving that baby life that's why he's born 但是这个在原文的神级里面 不算是神级 but in the original text this is not counted as a miracle 神级是 不可能的第一次 不可能发生 the first thing about miracles is an impossibility 第二件事就是 extraordial 就是非常非常 不寻常 寻常 非常不寻常 所以我想我们这里的 83个神级里面 有50个真的算是神级 其他的我们要 请他做恩典 and the rest of them we count them as grace and blessing 这是好像 明明没有出路的 just like for example there's no way for this path to go on 他人之间 有几千万 几亿万的 门为了打开 and all of a sudden there's numerous doors open for you 不是 numerous doors a door of a billion dollars so I don't count that as a miracle 我只算它是 祝福 but I count that as a blessing 所以感谢神 我们这些日记里面 很有祝福 我们也希望 这些录音带 到中国 我们的一万人的教会里面 都得到祝福 但是 最美妙的 还不是那个讲道 就是我们居然会里面 每一次的敬拜神 每一次的灵情 每一次我们的祷告 这是神的灵的教会 所以我不是说 没有可能你能够 从录音带里面 领受到我们所领受的恩告 但是最后有一个神经 所以感谢主 我今天呢 是要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 都行圣经 旧约里面 神是要透过他的教会 来行圣经 你在旧约里面 连不信他的人 神都叫他们看见圣经 神经不是单单为了信的人 所以我们看高林多前书 第十四章 所以全教会 如果说方言 偶然有不通方言的人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方言是一个超级人的东西 是吧 是超级人的 但是有很多人说 方言就是人能够听见的 才算是方言 是别国的语言 其实方言有三类 有一类是人听不懂的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 我们讲方言的时候 没有人听出来 只有神在我们里面 人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讲 所以如果还有这个 这个议论 其实这个很简单 保罗讲得很清楚 全教会如果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说方言 不同方言的人来 就以为我们癫狂 所以这是一个超级人的事 但是不能够造级人 所以我们不会全教会 就在这里讲方言 但是二十四节 若都做先机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圈醒 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忍情显露出来 就必将面伏地 敬拜神说 神正是在你们中间了 所以传统教会 先知讲道 就是说牧师讲道 就是先机讲道 他们都都讲一讲的 他们不会说 教会现在没有先机讲道 但是明明讲道 这个不是讲台的讲道 因为二十五节 这个是超级人的 这个道 先是讲道 将人的心里面的事情 都讲出来 人都会什么 会扶在地上 敬拜神说 神正在你们当中 教会如果没有 超级人的能力 缺乏了很多东西 在几百年 基督教都缺乏了很多的地方 神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 开持着一百天 至于他要对这个世代 显明一件事情 他要在这个教会里面 兴起超级人的旗事 在一起恢复超级人的 奔赐 让教会能够 行在超级人的境界里面 为了什么 让人知道 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 在结束之前 我要告诉你们 神唱一首歌给你们 奇异恩典 整首歌呢 每年平均有一千万次 在世界各种不同情形里面 出现 然后呢 那个版本呢 几千个版本的吉异恩典 也是黑人所认为投票最喜欢的歌 但是无后疑问 这一首歌是基督教里面最顶尖受欢迎最出名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作者就是约翰·牛顿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 他就是在黑炉反卖的时候他是反卖黑炉的 所以他很喜欢去残忍地对黑炉 每次他就用一条船里面塞到所有的男男女女的都塞在哪里的 几天有时候没有东西去 有时候没有西九间 然后呢,如果你去到半路呢 你好像生病,你好像受不了呢 他就把你吊在海里面喂鱼 所以在他反卖黑炉的日子里面呢 有两万个人死亡 所以每次黑炉富汗神的时候 他就在哪里大笑在哪里呢 骂上帝说,哪里有神,如果有神他们救你的 他是一个呢,在这个邪恶里面呢 以欲骂神为罗的人 当然,神就拯救他 在有一次的意外里面 他就落在一个黑炉的手中 一个黑炉的家庭手中 所以那黑炉本身都没有那么残忍 黑炉的太太呢 恨是有故 在几个月的里面呢 好好地借他,借墨他 然后有一天他逃走 最后他的父亲的船来救他 然后呢,走在一区的船上面呢 有大风雨 然后在大风雨里面呢 他知道没有病人 他就祷告神 神呢,我知道错了 如果这次叫我能够下到岸了 我就奉献自己给你 所以当然,他下了岸 神就派他打造一个非常要属灵的聚会 是威系的约翰的一个讲道 and it's when John Wesley was preaching 他一讲道 这个约翰牛顿呢 就是那时候 and so when John Wesley preached John Newton immediately believed in Christ 以后慢慢他成为一个牧师 and later on he became a pastor 做了这个奇异恩典 and he wrote Amazing Grace 然后他写了一卷书 and he wrote a book 反卖黑奴的一个档案 and it's about the though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trade 然后跟一个议员的好朋友 一同推动 要没有奴地这个嫉妒 and they would promote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所以他就快要离开世界的几个月 and so when he was about to die a few months before 这个档案就通过了 and the anti-slavery was abolished 所以英国还是在英国 英国呢是比起美国的林肯 三十年呢 就早了 没有黑奴 and so it was actually this occurred in England and so England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bolished slavery they abolished it thirty years before 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用这首歌做我们的解除 so praise God we're going to use this song as our conclusion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we want to give all glory to God 其实在我们一生里面 一切都是恩典 actually everything our life is entirely the grace of God 連我们的患难都是恩典 even our troubles and suffering is His grace 因为患难有时候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 because suffering and trials were pushed us towards God 就算我们的不信都是祂的恩典 even our unbelief sometimes is His grace 因为可能没有解除不信 我们也不会求神 because without this unbelief maybe we won't know how to cry out to God 其一的恩典 从祂的超自然的神职 from His supernatural miracles 寿命改变的神职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life 到福音的神职 all the way to the gospel miracles 实际家的神职 and the miracles on the cross 圣灵工作的神职 and the miracles of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被提升的神职 and the miracles of us rising up 一切荣耀都给予祂 everything all glory be to God 所以我们用敬拜的心情 to use heart of worship 来听这首歌 结束我们的一百天聚会 so let us use our heart of worship to listen to G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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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请大家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在节里围着一起 向你低头敬拜 永恒的神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你是在我们中间行走的神 在这一本天以内 神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这个教会 恩待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家 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言语 来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 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 实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全翻卷的改变 这是你的恩典 这是你奇妙的恩典 我们把这一百天的聚会 恭敬叫在神的手中 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那个一百天的聚会 这个灵继续不断 要在我们那个信徒之家里面运行 直到有一天 你真的心意满足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求你在我们当中 得出你自己当得的荣耀 我们前面 你为我们预备的路 一定是尽尽尽尽美的 但愿我们真的 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 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安言地走在你的志意当中 只知道你的荣耀 在我们中间完全地得住 我们感谢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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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的